我們現在來說明一下第4.3.8 4.3.8這一題 那這一題其實是這樣 他說有一個A2 他長的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對角線上都是0 那我的A3 也是一樣 我的對角線上都是0 那我的A4 是一樣的 就是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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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0 好 那他就要問我說這an到底等於多少 好那我們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個是-1 沒問題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把它展開來算的話 他是1 1 1 0 好 這個是負的 就部分是我們對第一列去把它展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去 我們再去那個 那個 那個展開這個 這個部分是的 這個部分是裡面的這個 這個第一列的第三列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是 第三列的話就是 11然後01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看我們可以把第一列跟第二列交換 所以它就會變成跟前面這一樣 然後只是變負號 所以它這個東西事實上是 等於是負的負的負二 所以它是正二 那這個東西的答案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其實我也可以把它展開 一樣 好那我先這個111先寫出來 然後是 然後把這一行消掉了以後呢 它事實上是變成 101跟110 這是負的 然後呢 再把它 變成了 這個 把這一行消掉 要111 然後是011 然後110 出現 好 好那再 減去 我把這一行消掉的 111 011跟 101 好 好那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算一下 這個東西這兩個交換以後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等於它了 好 這個東西我交換兩次 其實也會等於它 也就是這三個其實是一樣的 值好 那 那這個那這個東西呢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 可以去把它展開去算出來以後 我們發現 它的答案是負三 好那答案是負三 好那這個時候 課本這個題目就問你說 好那 我第一個是負一第二個是負二第三個負三的以後 那請問他an是多少呢 好那我們其實可以 去模擬一下 你可以看 a2變1嘛 a3變2嘛 a4變3 好所以我們 知道說這邊一定有個n-1在這裡 好那可他這個還有個符號不同 好 這個是負一 好 然後這個又是正2 好這個又是負三 好所以意思說 他是這邊的應該會有個負一的 好那 可能是n-1 好那我們來 驗證一下 我帶2進去的時候 2-1這是1 這是負一嘛 2-1這是1 所以 所以答案就是負一 好沒有錯 那如果是a3的時候呢 3-2 3-1是2 然後這個這個就沒有 3-1就是2 好所以他就正2 好那 a4的時候呢 a4的時候4-1是3 好所以這邊前面有負一 然後4-1是3 好 那那那所以 這邊答案出來就是負3 好所以 基本上從這三個例子來講 好 我們 這個東西的答案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那根據這個 旗帖要求其實寫到這邊就可以算是對的 好但是 其實我們比較想去證明說 好那 事實上在an的情況下 好在an的情況下 這個是這個東西是不是還是對的 好 那 更更進一步去證明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就要想 看看這個東西 這東西我要 我要怎麼證明這件事情呢 好那這個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 先拿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來 來說明一下 可能比較清楚 好那我們把它寫大一點 好 好我們用個A5來說明好 2 3 4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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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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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是A5 好 那A5我們一樣 我們用第一排去展開他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好我們如果第二項去展開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好 好這個11 111留下來了嘛那接下來是第三行 我們要把第三行 這個 1 0 1 1 好那第四行是 好這第四行是這個 好 1 1 0 1 1 1 0 好出來 好那這是因為他是第二個位置所以這邊有個負的 好 然後再加上 好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喔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好 我要用上面 這一排這五個東西 好 展成五項 啊每一項我會把下面這個 這個矩陣呢 把消掉 消掉一列掉 好那因為第一個 這個這個 上面這一列 上面這一列最上面這個值呢 這是最上面這個值呢 抱歉我消錯了 這是0 好 好 這一列最上面這個值呢 這上面這個值 好 他其實是 他其實是0 好所以 所以其實 0展開了這個矩陣其實我就不寫了 好那我 用第一個來展開的時候呢 好所以 好所以你可以看我寫的時候其實 因為我從第一個展開所以 這一行一定是存在的嘛 好所以 我們就來看1111存在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一件事情 我 我假設我消掉第二行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假設我把這一行消掉 好 我把這一行消掉 好 那會他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 好 就是 後面這兩行都往前 shift了一格嘛 對不對 都往前shift了一格 好 那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地方呢 我就是 第一行這東西還是 是keep在這個位置上面 0 111 然後後面這兩個往前shift的一個位置去 所以就 1101跟1110 就出來了 好那你可以看你可以觀察一下這個這個矩陣了 好 我先把後面這這兩個也寫出來好了 好接下來我就在刪第三行1111 我把第三行刪除掉 好我就把接下來我把 我把 好 接下來我把那個 我把這個 第三行刪除掉 好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呢 我前面兩個我就 我就還是維持在原來的位置嘛 011 1 跟 1011 然後面這東西 11 10 就跑上來了 好 好 然後在我們這 在第四個 好 好 好 那這時候 011 1 1 1011 1101 好 上面跑上來了 好那我們可以 發現一件事情呢 好就就就就就就是說 好 好 這四個 舉證呢 其他的值 好 好 值 在這個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行的交換是他變成是一模一樣的舉證 好比如說第二個舉證我把第一列跟第二列交換 好他就跟變得跟第一 第一個舉證是一樣的 第三個舉證呢 好我把 第三列跟第二列交換 再把第二列跟第一列交換 好他其實也會變得一樣 然後第四個舉證他我就是要交換三次 好他也會變得一樣 也就這個 這是原來舉證嘛 交換一次交換兩次就交換三次 好 好所以 其實依此類推下去 其實所有的 其 就是我a這個 我這 這個是a55嘛 我這an下去的話 其實 好 他拆起來以後他就可以拆成好就是說 因為我們根據第一行我就可以把它拆成n-一個 sup 舉證 這些sup 舉證都是一樣 他基本上都可以透過這些交換 他就變成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 這個東西呢 其實a5他事實上是等於是 他等於就是負的 好這個4倍的 某一個舉證我把它叫做s4好了 我把它叫s4 就是 我就把這個第一個這個舉證 這個叫做s4 這叫s4 也就是他會變成4倍的 s4 好 那其實 其實 接下來a5 所以a6就會變負4倍的s5 好 所以這個東西是 是會成立的 好那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式子 an 等於 負的n-1倍的 sn-1 我們會得到這樣一個式子 所以呢我現在要把an算 一般的功能算出來 其實我就變成是我要去算 這個sn-1 這個 這個東西了 好 那sn-1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好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 s5 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 s4抱歉 s4 的話 他事實上就是 好 就是第一行跟第一頁都是1 然後接下來下面是一個 零式對角的 的矩陣 好 我們往前 看一下我們確認一下這件事 就是 第一排跟第一列都是1 那這邊是一個零對角的矩陣 好 好 那所以 我知道s的形式長的長這樣 那這個值到底是多少呢 這個值到底是多少呢 好 那我們要看這個這些 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看看 看s2好了 1110好了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只要等於負1 那s3呢 11110011 好 那這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東西等於多少呢 好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把它算一下 我們把比如說 我們用第3排把它 把它展開 好 第三排把它展開的話 那你可以 你可以看就是說 我們展開第3排的時候呢 就剩下這兩個1的項 這個0的項不見了嘛 那但是我如果第2 我如果用第2項展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我用第2項展開的時候 這兩排都是1 所以他其實 這個矩陣是0 所以這個展開是沒有的 所以我只剩下 用第1個展開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是 那這第1個展開的話 他會乘一個-1的 這個是3 加1次方 在這個地方 好 再乘以 再乘以這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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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陣的值 好那這個矩陣的值 其實就是1 好 好那我們 看過這s2s3 我們再來看他s4 好所以一樣我們用這個東西把它 我們用這個 最下面這一排把它展開 好 雖然是把它展開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又會看到 我有兩排的1在這裡 對不對 我有兩排1在這裡 好 所以呢 所以造成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這個 用這兩行展開的全部都是0 我只剩下這個東西 所以 意思說 意思說 我展開的時候我等於是 只有這個展開的東西才是1 所以 市場展開就是上面這個 這一個 三乘三的這個 在 在這個 左下角這三乘三的這個矩陣 那這三乘三的這個矩陣呢 其實呢 我可以再一次 把最下面這一行展開 好 那這樣展開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又會看到兩行的1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意思說這個東西展開是沒有用的 我只有這個展開才是有用 好 所以最後就用它來展開 就是 又看到這個 熟悉的這個 這個二乘二的矩陣 好所以意思說這個東西值會變成什麼呢 第一個它是這個東西對它展開的 所以它會變成-1的 這個是 這個是 4加1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4加1的位置 這個是 如果是4加1的位置 所以它是4加1 好 然後再乘以 第二個我是用這個展開的 這個是個三乘三矩陣的33的位置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1的 3加3的位置嘛 好 好 然後再接下來呢 好 好 那 就在乘一個1在後面了 好 所以這樣到這邊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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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規則了 這個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還看不出來的話 沒關係 我再算一個s5給大家看 好我再算一個s5給大家看 12345 12345 0 111 1011 11011 110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展開的時候一樣我從用最下面這一個 來展開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看到兩排的1在這裡 所以呢 中間的這個 三個的展開都都沒有用了 所以我只剩下這個的展開 好 我只剩下這個展開 然後所以就變成 所以我剩下也就是中間這個 4乘4的這個矩陣了 4乘4的這個矩陣 好 那 那這4乘4的矩陣呢 我可以再用這下面這一排把它展開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看到 我兩排的1在這裡了 好 所以呢 用這兩個展開又沒有 所以我只剩下他了 我只剩下他了 好那這樣把它弄完了以後 接下來我剩下一個33的矩陣 好那我再來一次 好我再來一次 這個時候我又看到了 兩排1在這裡 好所以這個又不見了 所以我只剩下他 好那最後我就剩下這個 這個 2乘2的這個矩陣 所以說這個矩陣值是什麼呢 好他其實就是 我先用這個 我先用這個 我看看 我看 好 我先用這個位置 好去把它展開 好 好 所以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 這個位置其實是51嘛 所以這個東西是5加一次方 再用 接下來我再用這個位置去把它展開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得到 負1的 好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4乘4嘛 所以4加4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再用這個位置去把它展開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好就 再乘一個 負1的 好這個是3加3次方 最後就只剩下 這個矩陣了 好所以這個矩陣就是1 好 那我知道S5 我就變成這個式子了 好所以你把 你把那個 S5跟S4你稍微比較一下 好你會發現 好原來 他們其實呢 他就是 一堆的這些這些 這些我們展開的這個點的 他展開的點的位置 我們可能會給他一個符號 那其實最後他都是不是正1就是負1嘛 那問題這符號是什麼決定的呢 符號大家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S5這個東西 S5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4加4 跟這個3乘3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用 因為這個東西 他是N乘N加N的 所以他是2N 他一定是個偶數 所以 負1的偶數四方 他根本就是1嘛 所以 所以其實呢 其實呢 這兩項 其實是沒有的 事實上是我們不用看他 我們根本就不用看這兩項 然後這個1我也不用看嘛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最後只剩下了前面這個 負1的 這個5加1四方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SN其實他就會變成是 負1的 N加1次方 但是這個負1的N加1次方 其實 他就等於負1的N減1次方 因為 變成2嘛對不對 那 那 後面這個 這個項其實他是1啊 所以我們也不用管他啦 所以 最後他就變成負1的N減1次方 好 那這個式子 我們再帶回原來前面 我們寫下來這個A的公式 好 所以 寫了A是這個公式 所以是負的N減1的 然後現在SN減1 我們知道是多少嗎 我們 我把公式抄在旁邊 SN 是等於 負1的N減1次方 對不對 那所以這N減1的話 這個N減1就變N減2了 所以這變是 S 這就變成是 負1的 N減2次方 好 那這個我再把這個負拿進來 所以最後我們整理出來 負1的 N減1次方的 乘以N減1 這就是我A的答案 好 所以說明到這邊希望大家 理解到這個 這個東西 這是是怎麼 公司怎麼算出來的 有一點小複雜 不過我想 其實並沒有真正的那麼難 好 那我今天 這個題目就介紹到這裡